農村生活 農村生活令我想起 永遠是 小時候回鄉睡覺的畫面 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聲音 晚上靜到 只是聽到兩下青蛙 你只能聽到那個空間 在那些地方 青蛙其實在這邊 狗在兩條街之後 大約那個位置 你是聽到有距離 城市就沒有了 全部是交響樂 亂來的 農村反而 對我最大感覺 不是空氣 都不是味道 是聲音 是聲音 我有時會見到 有幾個小孩 蹲在樹邊 看一隻甲蟲 很大隻甲蟲 我想這個 在香港沒有見過 這個畫面 城市已經 個個都是 讀iPhone 小孩 讀iPad 小孩 沒有見過 原來還有 還有 還有一些 這樣的 畫面 看到 那個很新印象 所以我就是想問 你為什麼覺得 例如自然的環境 需要保留它 為什麼小朋友 要去自然的環境 因為 如果有一個很實際的角度 其實我們需要一部iPhone 多於需要一些線 iPhone有iPhone的快樂 但是那些的快樂是 那些快樂不關錢事 還有那些是 我想我們 與生俱內已經知道的東西 不過我們都忘記了 就是一隻蟲怎麼叫 或者一隻蟲的叫 究竟它代表什麼 或者它在哪個時份 開始叫 叫到哪個時份 那些快樂不同 那些快樂的 即是兩種東西來的 那些快樂很感動的 即是我說大自然的 你如果真的感受到 它的時候 你覺得那種幸福感 是很不同 是物質世界給不到你 那種幸福感是怎樣的 沒有得說的 其實很感動 你會自然哭 你未必會流出眼淚 但是你的心自然是 回到家裡 很難用語言去形容那種感覺 不過 如果感覺過的人 他就會明白 有時候我們會走山 走到某個山頭 經過一些樹之後 就會見到對面山 你會定在那裡 不用說話 就是那一下 然後去找到大自然的環境 近一點的大自然環境 也挺有幫助的 因為我後面有河仔 又是有些柳樹 我經常想不到東西 就去那裏坐一陣 就想到了 不知為何的 你就清晰自己想做些什麽 或者這一刻我想表達一些什麽的情緒 就會清晰 有些環境 有些自然的環境 因為有Energy在那裏 你好像進了個過濾網 你過濾回日常生活的一些 沒有必要的執著 就會清晰 石頭的創作 我喜歡的 有些人的 商場去搞這件事 為甚麼 我想這是最有趣的一件事 好像那兩件事 好像很抗衡 一向的感覺 但我又覺得未必是 不是一個對立這樣去看的 應該 可能因為從來不會入村的朋友去了商場 又因為那個展覽去入村 或者讓自己香港人去想 我們住在這麼小的房子 住在這麼狹窄的環境 住在這麼吵吵的地方 幾十年了 現在還住在政治氛圍這麼差的一個時段 不如重新想過我們的生活應該是甚麼 是不是要走到這麼極端 完全物質化 或者一個價值是否真的所有東西都是為錢 香港從來都是這樣的 從來都是這樣才有現在香港的 但問題是 有些東西可以自己選擇 有些平衡你可以自己拿 你要哪一種賦予 賦予有很多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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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